夫妻共同经营一段婚姻,本就不易,异地夫妻更是辛苦。 黄轩就曾报受折磨,不过后来她也释怀了。 常在八点档眼心鸡女的黄轩,外形娇气,一开口就是领牙利齿。 但实际上是个坚强的女子,入行十多年还没有代表作,又碰上疫情。 眼看一直吃老本也不是办法,她毅然决然加入机车美食外送的行列。 她穿着女性工作用的迪兄小礼服,套着外送公司的工作服就开始配送,十分勤奋。 之所以决定去送外卖,是因为有天跟圈内戏剧辅导吃饭聊天。 对方说跑美食外送的话,一个月能有四五万的收入。 她表示,做外送人员是为体验生活,自己的主业还是拍戏可结通告,结业配,收入还是有的。 王玄说,反正我也常骑车代步,加上外送员的门槛其实不高,训练了一天我就去结单了。 一开始爸妈和老公都很反对,外籍老公更是觉得自尊受伤,问是不是我养不起你? 双方关系闹得很僵。 她说,没收入在家真的很慌,我也不想影响太多原本的生活,所以就送中午宵夜时段,小孩睡了我才会出去跑。 老爸每天愁眉哭念,最后甚至释出啥手键,说,我每个月薪水分你两万,你不要去外送好不好。 但这也让她很内疚。 毕竟是八点当演员,就算顾客叫不出她名字,还是会觉得她面熟。 即使她戴了口罩和安全帽,一双水灵大眼仍是相当吸睛。 有次送餐到岭省北路的酒店,小姐少爷们上班前的时段,少爷取餐时,她刚好拿下口罩。 对方认真大量了她一番,直白地说,你要不要来上班,你长得这么漂亮,跑外送不觉得可惜吗? 她苦笑会说,那种外送我不在行啦,跑外送跑到被酒店挖角,也真是让人苦笑不得。 其实,当外送员时间很自由,但黄轩也曾遇上难缠的客人,对方地址更改,却未更新。 她照APP送到旧地址,等半天不见人影,打电话联络才指地址移动,最后送到对方手上时,残已经凉了。 客人对她不耐烦就算了,她因送餐性改变,后面的单子都无法承接,客人还骂她,我该你要做外送。 当场逼出她的眼泪,但她一直是个好胜心强的女子,自己告诉自己,这是我的修炼。 黄轩从幕后走到幕前,新人时期的她受过不少不公平待遇,化妆师对她特别没耐心,刷剧打在脸上很用力。 也遇过拍古装戏时,男主角一脚往她肚子上扎屎踢下去,当时痛得都止不起腰,然而对方的说法却是不想为了她恩基。 她本想多说两句,却被对方堵住嘴,跟你讲话还回嘴,种种待遇都让她仿佛哑巴吃黄脸。 拍戏时吃亏就算了,但收工后的职场潜规则更是让黄轩无法接受。 入行之后,经纪人跟她说,有个厂商老板很欣赏你,要你一起去吃饭。 她倒了饭去后,这位老板说,你一个月能赚多少,两三万,我一个月给你六万,八万,你当我铁身秘书。 她一口回绝,还被经纪人在灼面下踢脚,觉得她不识抬聚。 她跟她说,你就把她当作人生的跳板了。 后来有一位同公司的女星接下这份工作,这位老板就露出了马脚,开始毛手毛脚。 女星拒绝,然后就被辞退了。 她也曾和一位天王级男星拍围电影,第一次见面,对方牵她手势,就暧昧地扣她手掌心,试探意味十足。 但她不为所动,当场装煞完全不回应,对方也就信心然收手。 她若愿去旧,很可能业艺生涯就不一样,但这类非专业的职场潜规则,她完全不能接受。 她笑说,我的工作其实很有企图心,一直认为没有小角色,只有小演员。 因此她愿意做各种类型的演出尝试,但绝不想为了大红大紫违背自己的良心。 因疫情影响生活,黄轩也换了经济公司,希望能够挑战更广阔系路。 潜于健身,努力学习武术的她,渴望有女特工,女大公仔角色的演出机会。 黄轩和老公四年前结婚,因为疫情长期处于至少礼夺状态,只能靠视讯,威胁感情。 儿子也从不会叫爸爸,他曾苦笑,好像任养的孩子一样,父亲节给爸爸写张卡片的概念都没有。 儿子从别的小朋友口中知道爸爸很重要,时不时就会拿起室内话筒,对着根本没拨通的电话说一长串。 喂,爸爸,等细菌都没有了,我要坐飞机去新加坡找你。 黄轩听了恨心酸,年仅四岁的儿子早熟得让人心疼。 而近期,第二年未见的老公终于可以回家了,一家三口如愿团聚都很兴奋,四岁儿子总算见到非人像照片的爸爸了。 他和家人其实都已打满两极疫苗,但是因为家中有小孩,为了安全,还是让老公住满21天才团圆。 儿子去学校上英文课,在路上就一直很兴奋地跟大家分享爸爸回家的信息。 一位老公住的隔离酒店就在家里的后巷,隔着窗户,老公就可以看他们。 他说等方喊假,应该就会抱着儿子去跟爸爸打招呼。 当年闪假,其实黄轩自己也很意外。 那时老公来台湾想租屋,刚好找到他的房子。 不料房子没租成,却意外嵌成二人的姻缘。 黄轩透露,婚后他放弃新加坡的工作来台湾陪我, 结果因为他的专业在台湾不被承认,要重新再考试。 又碰巧我怀孕,那一年结婚怀孕挺供失业, 二人一起陷入低潮,真的很疯狂。 提到结婚中年,黄轩因习惯一早起床看当天行事率, 一跃有感,却想不起来是什么日子, 还是当时参加婚礼的有人提醒,他才想起来。 笑颜其实和老公之间已过了浪漫的日子。 初期他一人带孩子,又是会崩溃到方仲华, 到底结这个婚有何意义? 离婚二字也会冒出口,吵到最后会干脆将老公拉黑, 记得老公邀大电话给丈母娘新闻状况。 他笑说,现在不吵了,能经过后也思考未来, 夫妻俩人还是要继续走下去。 何轩原本有异味性皮肤炎, 怀腿十个月时更严重, 背部大腿处一片蔓延,仿佛刺青一样。 他设下小孩后,皮肤状况好转, 但头发开始狂掉, 前额的发际线涂一块, 洗一次澡掉一大把头发, 排水口全都是头发, 很像一个礼拜没亲。 他产后忧郁症一直没痊愈, 掉头发了就开始哭。 黄选觉得远距离恋爱是一回事, 真正走入家庭后, 很多事情都需要沟通, 又是真的需要它, 可就是不在身边。 那人曾为了给对方安全感, 大方开手机GPS定位, 不怕对方查清。 但有一次半夜他起床, 丁六感发作, 发现老公的定位竟然不在家, 而是离家附近两个捷运站外的地方。 黄选回说, 我马上打电话给他, 但他都没有接, 日向遇气, 最后打了三十通电话吧。 直到隔天, 老公才回电, 人在台北的黄选书, 有一种叠对叠的感觉, 我会觉得, 你没做亏心事, 为何不接电话? 但他解释, 睡觉后关精英, 真的没听到手机响。 后来两人发现, GPS定位有时不准确, 误会越来越多, 多次造成吵架, 最后就关掉了。 身高165公分, 体重48公斤的他, 体脂率近20%, 偶尔工作需要更会密集训练, 将体脂降到10度。 从小热爱武侠小说与动作片, 黄选利用周末做武术训练, 只乎累爆了且很开心。 从中认识各领域同学, 没有智识化表演, 喜欢与各种年龄层的人交流, 练习要随时能有新观点去看待角色。 他期训自己, 演员要学习各种技能, 18版武艺都需略懂, 进入角色是最基本功课, 欧客王外形大改变的机会, 例如增肥, 暴瘦, 脸壮, 剃头等角色, 特别期待。 黄选利用在本土剧中扮演恶习, 而名声大噪, 去年9月决定离开已经待了8年的民事。 黄选早在两年多前就开始酝酿离开旧东家, 他表示, 在前公司多年一直默默地付出, 安分守己地把工作做好。 去年他被公司店名做直播, 最初黄选觉得网络平台发展正热门, 也乐于尝试分享大小事, 这是欲做欲心寒。 他说, 原来我要跟直播平台分成, 打赏要卸分65%给平台, 剩下的35%我还要跟公司分, 这样一场直播我所得无几。 黄选透露, 只剩几百元。 收入少也就算了, 令黄选心寒的是自己是艺人, 入行多年至少也是八点道女星, 有着一定的殖民度, 可是却被拿来跟直播望红必拼, 让他心里很不舒服。 在不断的碰撞与磨合中, 黄选和丈夫两人交付了彼此最完整的信任。 即使分革亮地, 也仍有孩子和爱情的切盼, 祝愿有亲人都能这样, 永结同心。 。